李总有没有兴趣 咱们一举将张家在精灵的服装市场拿下 夜市三说完 二人直接傻了眼 夜少 你开玩笑吧 我知道你看张走号不顺眼 但也没必要这么搞吧 夜少 恕我直言 精灵服装行业 张家占据了60%的市场份额 剩下的40% 也被各家瓜分 这个时候我们再进场 最多也就一些编脚料 没几个钱可以赚的 夜少若是真想投资做生意 改天来江北 我定帮助夜少大展拳脚 李总 别急着拒绝 我自有万全的打算 才会跟你提这件事 你且听我娓娓道来 张家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间崛起 全靠张个号他爹张远山 娶了个好老婆 对方是个独生女 又是二婚 结婚后两家合并在一起 所以才有了那60%的份额 但论实力 无论是资金还是人脉 张家根本不是我夜家的对手 如今 我有一干掉张家 进军服装市场 所以才把矛盾 往私人恩怨上瘾 在别人的眼中 我的目标是张氏 不是整个服装行业 其他的那些服装商家 恐怕巴不得我干掉张家 从而好来分尸 此时二人眼中充满着震惊 夜十三则是嘴角轻轻的一笑 有商业专精技能 他的商业水平 堪比国内十大商业帝国的熟了 蛊惑技能更是可以穿透人心 增加爱语言上的成功力 这他妈的还是我认识的夜少妈 这老母身算的 完全不像个24岁的青年 夜少 我当然相信张家 不是你夜家的对手 但问题是 别的服装商家也不准 你如何保证他们不会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 李永华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低过了眼前的这个富二代 夜十三也不像传闻中的那样 是个彻底的顽固子弟 不过他始终带着一丝疑惑 在商界中 同一个行业 内部厮杀可以 但绝不允许外人随意染指 纯王齿寒的道理 这年头谁都懂 如何保证服装市场的那些商家 不会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 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会让他们相信 我确实是在针对张家 他们占据的市场份额 我不会去动 我只要干到张家就行 甚至也可以让他们一起分尸 但只要张家一倒地 其余的商家根本不足为惧 李总应该知道 勤灭六国 靠的就是远交进攻 与合纵连横吧 夜十三说的质地有盛 李永华和陈子勋再次傻眼 他们完全被震撼到了 夜十三这商业水平毫不夸张的说 已经比金陵商业第一人还要厉害 夜少 倘若如此 那干掉张家或许不难 夜少 这件事情 你为何会找我 以你们夜家的人脉 应该不缺有钱人入场才是 我夜家确实人脉很广 但没有一个是做服装生意的 不同的行业之间 拥有壁垒作为防御 贸然入场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夜家虽然有钱有人脉 但这些并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 要想破解行业壁垒 靠的是知识 所以 李总你在我心里 是绝佳的不二人选 我敬夜少一杯 如何去做 夜少吩咐在下就行 你们这就谈妥了 我一想入场 这场商战 投资的钱是安逸算的 你要是能说服你父亲出资 倒也可以一起搞 算了吧 我爸就给我批了几千万 让我去试试水 我要是跑去跟他要几个亿 他绝对第二天就让我滚回去上班 夜少 我再问句 你觉得咱们的胜算有多大 如果我说是百分之百 你可以当我在吹牛 这世上 百分之百得利的事情 是给人打工 而非投资经商 李总也是做生意的人 自然知道 风险越大 回报越大 我只能说 咱们有八成的胜算 八八成 李永华瞬间争主 要知道 有个五成的胜算 就可以趋博一博 这八成岂不是相当于稳赚不赔 单看夜市三的样子 似乎这八成 他还觉得有些低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叶少请说 李总配合我出资 出资比例五五 但股份我占七成 李总你占三成 同时 李总必须亲自出任总裁 负责具体的一切事务 出资比例 与股份的事情 李永华能理解 毕竟叶峰和他所在的叶家 才是核心 但自己负责一切事务 就过分了 他的精力与生意 可都放在江北 叶少 我手下比我强的人引不少 你可有随便挑一个来出任总裁 李总 你要不来 那谁来镇压精灵服装市场 那些中部 尾部的人 我叶家虽强 可我不懂服装市场 当心好不容易到了张家 结果 却喂饱了别人 在叶十三的战略中 有一点 就是会让其他商家 参与到分尸张家的行为中去 李永华名声在外 有他坐镇 就一定能镇压那些痴魅王俩 防止他们做到 那行吧叶少 我这就在金灵柱下 陪叶少一起 打江山